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一句话 关键字是什么 那是我很老了以后才领会到的 没有很老啦 我觉得老了以后我就领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送走了父母以后 就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其实人生在生死的面前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从容一点 然后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一定要完成或者是什么事情 是一定不能拖延的 或者是一定不能不这样做的 就是说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转念 就是说给自己一些些空间 就是说这件事情当下没有做完 或这件事情假如做得不够完美 或甚至我拖一下 甚至我不做 我选择不做 这种转念对我们都是必要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放自己印 放自己印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觉得转念太重要了 不要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做 尤其是当下如果不做 我会怎么样恐吓自己 对不对 吓自己这样 然后把自己搞得非常焦虑 是不是 我觉得转念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保持一种平衡的方法 对 所以你的心理的能量 心理的素质是会决定你的 决定整个生活的quality 你的品质 对对对对 这个讲到说这个成功 我觉得两个字有点太比较 怎么讲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工作的成功 生活的成功 是一个成功的表象的字眼 其实还有比成功这两个字更能够 就生活的品质 我觉得生活品质确实是 跟我们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他这个 有篇文章写说 解决了90%的心理难题 有什么事情不成功的呢 刚刚老师讲到就是转念这句话 放自己印码这句话 就在你遇到很多人生的过不去的时候 他往往就是靠的就是 人家说是叫什么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 就是一个转念的 转念很重要 可是老师啊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心理的议题很难处理 就是刚刚我们回到的寂寞 嗯寂寞 我觉得因为寂寞不是一个就是说 寂寞有的时候是一个人个人心中的一种 很深层的一种 长久以来的一种生活环境造成的 就是说我觉得会寂寞的小孩子 其实他成因很多 人不是因为照理说 其实我常觉得人生来其实就是寂寞的 嗯 因为你就是一个个体嘛 那你怎么不寂寞 大概就是跟别人产生一种连结 所以我觉得 当你失去了跟社会的连结 跟很多就是说人的连结的时候 其实那个寂寞感 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 其实都会有的心情了 是 可是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其实 不管你年纪多少或多少 有人没有觉得寂寞过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你没有觉得寂寞过 你从来没有觉得寂寞过 哦 方雨我太佩服你了 那你怎么样达到这个 这种 怎么想 境界 没有寂寞过 就是随时都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做 生活非常的充实 就是突然一个人也可以去做 一个人可以做的事 然后两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是不一样的 就是可以安排 五六个人在一起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没有在 我觉得最惨的情况之下 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寂寞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原因 但你在一群人当中 五六个朋友当中 你还觉得寂寞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处理 对不对 我觉得像方雨 我觉得是 老师他这个是这样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寂寞是一种 无法自处的状况 无法自处 就是说我跟我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无事可做 无话可说 或者是我没有念头可以想 于是你就寂寞了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不寂寞的人 是因为跟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些非常多的 比如说他说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 就是说你有那么多想想的事情 有那么多想做的事 有那么多的心念在那里转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寂寞 但是寂寞是来自于一种心里的空 就是说你自己找不到你自己 于是你就寂寞了 就是说所以说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依然会寂寞 因为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觉得寂无聊 然后又心里面又觉得寂寥 对不对 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存在感很弱 人家说刷存在感嘛 但刷存在感不表示说 你跟一群人在一起 你的存在感就被刷出来了 所以寂寞跟人际关系 人际互动其实不是绝对相关的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关系 人际的一种失落 或者是社会的孤立 可能是造成寂寞的一种原因 但是寂寞是来自于深层的 一个人对自己的失落 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是无法自处的 于是就是当众人都不消失了 或者是环境一片激染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寂寞 那就是一种外力嘛 对啊 你知道吗 但是不会说因为外力没有 对于寂寞的 我刚才看到这篇文章 从科学人博学制 这来自于这个科学人博学制的文章 其实是非常学术 他还有讲到做 在1959年有个德国心理学家 叫佛洛曼瑞奇曼 发表的寂寞的文章当中 他说寂寞叫做赤裸的恐惧 他主张寂寞是源自于断奶过早 OK 当然还有1970年代 后来的研究专门研究寂寞 他是说因为是人没有被社会网络 或社群完全接纳 还有就是寂寞是跟认知之间的关系 还有寂寞的人认为是可能是比较负面 跟不切实际的方式看待自己跟他人 我其实还蛮同意 我看到他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还蛮同意 就是说虽然我们沟通学 其实就是沟通学是行为科学嘛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有研究出来的 就是说但寂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从小对自己存在的一种认同感 失落的小孩子 他很容易寂寞 因为他要靠外力 去找一些就是所谓的宣 所谓的喧哗 所谓的一种连结或者是什么 对不对 于是他就常常心里面 其实是很空洞的 就是说叫做赤裸的恐惧 就是说我永远都觉得 我没有跟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有关系 没有跟外物任何的人 就是说有连结感 那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那所以说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 就是说得到足够的爱 然后对自己有足够的一种信念跟喜欢 其实他不太容易感到寂寞 就好像刚才方宇讲的 就是说他always都有自己的事情 可以去做 然后他可以entertain他自己 他可以去照顾他自己的需要 然后他可以与自己对话 他心中有梦 然后有理想 然后有好多想要做的事 所以就是说我不工作 我可能烤面包 我不烤面包说我可能煮菜 对不对 然后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去收我的卧室 叠东西去整理我的抽屉 我always都会觉得 不太会有那种寂寞的感觉是真的 这篇文章我觉得真的是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谈一谈 我们请雅力老师 在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这篇文章讲说 第一个要治疗 寂寞如何治疗 第一个其实就是 要知道自己是寂寞的 才能够去找方法去对应 很抱歉 这个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但是我一定要请雅力老师 不要忘记 因为我觉得在人群当中感到孤独 确实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伸出援手 让大家都能够不寂寞 下次我们这个一个月之后的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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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